Ezu 视讯自我安慰,吃得开心就不胖。粉丝,你最重要,再重都要。 点击右上关注,掌握Ezu等更多消息。 6月24日的晚上,有一位推主在推特上分享了一则关于吴视讯的趣事。 这位的推主的朋友是在摄影棚工作,所以朋友给这位推主分享了吴视讯的这件趣事。 事情是这样的,某天,吴视讯来到摄影棚要开始当天的工作。 吴视讯一走进摄影棚就紧直地走向了摄影棚里放了很多冰干的地方。 这才是真正的吃货,一走进摄影棚什么都没有关注,眼睛里面只有那一堆饼干。 视讯看了看那一堆饼干里面都有哪些饼干,自己在一旁小声地嘟囔着,这个是XX卡路里,这个是XX卡路里。 其实作为经常要站在舞台上的艺人,他们是非常关注食物的热量含量的,长胖对他们的工作有很多影响。 小饼觉得视讯关心卡路里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反而觉得视讯很会控制住自己。 但是大家觉得事情是这么简单就错了。 就在吴视讯说完这些饼干有多少卡路里后,又加了一句,但是吃得开心就是零卡路里。 然后,视讯就捡起一块饼干送到了嘴巴里。 视讯这是觉得如果吃东西心情好,就会消耗它很多路里吗?还真是单纯的忙呢。 面对这样的吃货雪花,粉丝更是展现了对雪花的万分宠幸。 粉丝们纷纷说,只要看到视讯吃得开心,我们爱丽长胖也开心。 哎呦黄担心什么卡路里呢?爱吃啥吃啥?吃得胖胖的才好,软乎乎的。 还有的粉丝说,视讯你吃不胖。 小鞭觉得这位粉丝说到点上了,虽然吴视讯是一位真正的吃货,但是大家还从来没有看见视讯变胖过。 吴视讯的身材大家也是有目共睹,一米八级大大高个子,加上视讯独有的太平洋大宽肩。 一般正常的男性的肩宽是40厘米,但是吴视讯的肩宽居然有49厘米,真正达到了标准的倒三角身材。 拥有大长腿和太平洋大宽肩的吴视讯还拥有着羊柳细腰。 但是很少显露出来,大家也没有怎么看见过。 这羊柳腰居然在舞台上给暴露出来了。 6月23日,Izu在拼盘演唱会上表演了五个曲目。 好久没有看见Izu的爱丽们大过了眼影,小哥哥们这次的穿着偏向于夏日海滩风,大家都身穿花衬衣。 视讯只穿了一件薄薄的衬衣,光影一打下来,视讯的羊柳腰就展现在了大家的面前。 在49厘米的太平洋宽间的硬衬下,显得腰更细了。 吴视讯明明是一个吃货,为何拥有着这么好的身材? 看到视讯这么好的身材,作为一个女生都觉得自愧不如。 小编吃完这块饼干,就有力气去减肥了。